一直以来,火星都是都国科学家关注研究的焦点之一,虽然目前的火星环境肯定是不适合人类置入的,但是火星一直被无数的科学家认为是非常有可能存在过生命的星球之一,也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最值得研究的星球之一了。 不过在多年的研究当中,人类自始至终,也没有发现到火星上可能出现的生命,但是就在前几日,意大利的科学家正式发表了研究,正在火星上发现了液态的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意大利的科学家并非这几日才得出这个结果的,早在2012年的时候,科学家就在猜测了,在经过了长达六年左右的时间时候,终于发表了,原因是在火星上有着它们发射的一辆火星款称号探测器,也就是这辆探测器在经过火星上的南极区域的时候,总是会发生一些异常的反应,这才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意。 在火星的南极下,可能隐藏了一些东西,也就是这些东西使得探测器的雷达出现了反常,如果按照常理来推测的话,那么下面有可能是一面湖泊,因为出现了发射的现象。 在经过了六年的研究时间后,科学家们推测,距离南极表面大约1.5公里处的地方肯定有着一片液态的湖泊。 而湖泊之所以能呈现液态,而不是因为寒冷的天气被冰冻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这里的湖泊中的寒盐本肯定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这片湖泊是液态的咸水湖,而且面积还不小,大约有着20多公里的宽度。 至于高度科学家,暂时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这一发现已经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这项发现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毕竟人类一直想要寻找到外星生命,而火星这处液态的湖泊里,就可能藏着人类梦寐以求的答案。 而且火星的南极下有着这样的咸水湖,说不定北极下的环境和南极下是一样的。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生命物质被孕育出来。 这对于各国的科学家来说,都是意义深长的一件事情。 未来科学家们要做的一件事情,肯定就是早点实现登月的旅程,或者派遣机器人上去调研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